每期聊3K热点 我是小丹妮 我是大卫 我是电动艾玛 好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 小鹏1024 中国车圈科技春晚 那上集我们聊完未来汽车的技术日 这次就聊聊小鹏的技术日 那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了 小鹏自动驾驶产品高级总监Roki 一起来聊 我其实想先抛出来一个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问题 就是之前我们节目嘉宾不是说 理想汽车是恒水中学 小鹏汽车是放牛班 Roki你作为小鹏内部的人 你赞同这个观点吗 作为一个初创公司 其实你在很早的时候 都会有这种放牛班的感觉 因为你很多东西 其实是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人 然后凑在一起 我觉得放牛班的感觉 在我刚加入公司的时候会更明显 但是你也会看到 是说它越来越好的去组织在一起 那么我觉得老编辑这个说法 我觉得是挺有趣的一个形容 我还特别喜欢这个形容 而且在这里面 其实放牛班的话 它其实意味着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它更有人味 在这里面可以有很多 不一样的意见 和更多的创新去发生 我觉得这个是 我很喜欢这家公司 和待这么久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也听听大家的观点 你们觉得放牛班好 还是恒水中学会更快乐一些 从快乐的角度肯定放牛班 对 我也是这么感觉 就是说放牛班 它的那个本质就是可能更加多的 有人味 但是与此同时就不太注意细节 对 跟这种恒水中学比肯定是体系化 还有对于细节的把控会差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分酒必合 喝酒必分 你这个东西多了你就要补那个 那个东西多了要补这个 用山西人说的话 就水多加面面多加水 对 我刚才说那个不注意细节 其实我正想吐槽一下 小鹏1024的那个活动 为啥很多细节 比如灯光啊 PPT啊 就是那个字那么小 我都反归好几次了 就确实也感觉这种放牛班的风格 还是需要在这些细节上提高的 不过刚才Rocky说的一点 我挺赞同 就是要看这个企业不同的阶段 确实更早期来说 小鹏像放牛班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高管 比如说王鹏迎来了之后 小鹏的整体的这个风格 也会有所改变 Rocky 你有感受到吗 我觉得其实我还是挺喜欢 那个面和水的形容的 这个变化 其实不仅仅是因为 某一个人的到来而发生那个变化 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 小鹏他自己在整个的 这一年多之间 他的整个的调整 我觉得他对于整个公司来说 始终是影响最大的那个人 包括是说他更多的参与到 很多的这个业务细节里面去 然后会更多的把 不同的这个业务连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当然我们那部叫他凤头 对吧 王鹏迎来了之后 其实更多的会把 原先小鹏不是那么熟的那个部分 对吧 产品营销和销售的这个部分 会更多的牵在一起 所以其实你们也能看到一些 比较正向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在 C6的发布会上 虽然说还是 有一点放牛班的影子 但是最起码 他有很多的东西 已经比原先要好非常多 然后在整个的定价策略上面 然后包括整个的上市计划上 我觉得会比以前 会要好很多 我都觉得是说一个逐步向好的一个过程 但是这个企业它不像是一个 怎么说呢 我明天就决定要锻炼身体了 对吧 这件事情可能 也还要反复个一两个礼拜 所以家企业的话 可能还得要稍微多一些时间 我觉得可能 这也是为什么小鹏 一直在对外说说 很多的这种结果 作为一个企业来说 三个月才刚刚开始 六个月才看到初步成效 然后九个月到一年 才真正的可以看到 这种调整带来的 那个更深层次的一些变化 对 是的 其实我是长期跟踪你们开发布会 包括这个1024的 我是每次都看 然后我能感觉到 你们一个明显的变化 就比如说何小鹏 他上台演讲的那种激情 然后那种热情 还有包括自信度 就是随着这个G6啊 G9啊销量不错 我觉得就整个的这个劲儿就上来了 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其实我们跟他在聊的时候 也能感觉到 就是每隔几个月 我觉得他对于很多事情 会想的更清楚 然后有很多 他对一些未来的一些看法 包括公司内的一些变化 他会更有信心一些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对于一些企业来说 老大的那个信心 也会带动所有人的那个情感吧 我觉得这个是 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 对 而且我看你们这1024 用了一些措辞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就比如说 最强王者可能影响舆论 真搞技术才能创造未来 然后还有这个何小鹏说 我不太喜欢用民间小视频来说自己自动驾驶 遥遥领先 小鹏更希望坚定搞好技术扎实落地 我们都知道这说的是谁 对吧 我想这个措辞是不是你们想出来了 还是这个何小鹏他自己是真的发自内心想说的 我们确实不知道 这个最终订稿之前 我确实也没见过那个东西 其实还有一个过程 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 你刚才其实说那批字比较小 这些东西 有个哥们还跟我说 他说你们这个是因为怕竞争对手 知道你们的技术秘密吗 所以你们就不给他们看PPT了 只要销量卖的好 感觉做啥都有道理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是一个阶段吧 就是在这个里面 其实越来越多的 包括自动驾驶中心 其实在过去的可能三到九个月之间的 这个强度对吧 我们的输出强度其实非常非常高 这个速度实际上也会带来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变化 就是小鹏对于中驾驶 他真正能够影响到汽车 和影响到整个的汽车行业这件事情 会越来越笃定 所以说他更愿意去说 我们应该用更真实的东西来去影响 这个行业和真正的去改变这个产品 我觉得这个是他去说这些话的初衷 我觉得反而是更加的影响 是说大家更加关注这个事情 有没有真正的落地 对吧 这个标题我觉得只要制造出一个讨论点来 我觉得都不是什么坏事 那我想问一个可能有点敏感的问题 就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吴欣咒离开小鹏 然后去了英伟达 从你的感受来说 你觉得他离开对小鹏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先说一下 其实我们所有人包括力云 包括我们整个团队里面 有很多人可能大家都不熟 对吧 因为抛头露脸的可能就那么一两个人 不仅仅是自动驾驶中心 其实整个公司内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欣咒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他最大的一个 怎么说呢 他在我们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无论是说他在个人的专业能力上面 还有包括说他自己的为人上面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闪光的一个人 但这种变化我觉得 甚至说在最初的一两个礼拜 我觉得整个中心都是眼泪连连的一个状态 就大家很不舍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一个很物理性的一个影响 但实际上反过来 其实过了那个时间段之后 反而大家在整个的工作节奏上 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的大的变化 甚至我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个点 很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这一次1024 也同时在开启4.4的这个公厕 对不对 大家可以猜猜看原先的公厕 我们打算发几个城市 30 现在我看你们是说 11月底是想开25 然后12月是50个 对 第一个时间点 大家可以猜猜看最开始是几个 我觉得30个城市 大卫可能太乐观了 其实非常难 待会我们可以展开聊聊为什么难 其实最早的时候 可能预定的是10个到15个之间 然后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们信心都快丧失了 然后说要不发三个得了 但到最后一刻 我们真真正正的 因为其中里面25个是包含了原先的四个半 因为北京只开了环线的部分 所以是说在最终最终 我们实际上是开了21个城市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信州从小鹏这边回到美国这边 但我们其实把目标反而会比原先更高 所以我相信这个结果可以让大家知道一点点 就是说这件事情并没有对整个的业务产生任何的变化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也是归功于信州 就是他把整个的这个团队体系性大得很好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这个机器依然是在非常高效的运端 甚至是说比原先还有更多的办法 就是激起了大家的好胜心和战斗欲吧 这个吴信州离开小鹏让我想起 在平行世界那个Andre Kepathe离开特斯拉 因为很搞笑的是 Kepathe是2017年加入特斯拉 然后2022年离开 跟吴信州一样 也是就是相当于服务了这个企业5年 吴信州是18年加入小鹏 23年离开嘛 而且他们两个人呢 其实对于这个车企的自动驾驶 无论是这个技术路径 还是技术落地 都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他们离开之后 对于这个车企的变化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Kepathe离开特斯拉之后呢 有分析师是计算过 特斯拉在他离开后的 那个自动驾驶相关的OTA升级 速度是稍微变慢了 但是刚才听你说 其实小鹏的变化是在数据上 甚至是更激进了 但是我个人其实 我的感觉就是他们的离开 是不是正正意味着 在近期自动驾驶领域 肯定不会有什么爆发性的进展 因为我觉得就像员工 不会在一个公司 准备上市的时候离开一样 像自动驾驶的这些领军人物 他也不会在自己搭建的技术 爆发之前离开这个公司 所以我觉得从他们的离开 是不是也能看出 这个自动驾驶技术 在可能未来的一两年 更加多的不是技术上突破 而是说他可能开更加多的城市 更加多像10到N这样的变化 那这点问问大卫 你们这自动驾驶行业 是不是到平静了 这个就是我上一节讲了 自动驾驶是一个非线性发展的 就是很多年前我们以为 有个超大算力的芯片 超级牛的激光雷达 可能这个事就成了一半 但是呢 你到今年再看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确实也是符合 每一个技术行业的发展 就是它是一个并不是可预期 或者说不确定性本身就是确定性 就是技术的发展的不确定性 就是它的确定性本身 其实我们在国内的主机场来说 大家其实还是紧咬着 特斯拉的那套方法论的 因为毕竟特斯拉 作为全球领先的一个公司 它有很多鲜艳的经验 来给到大家 反而不是像百度 或者国内其他公司 同行之间互相借鉴的 倒不多 说实话 主要还是看老美那边的一些动向 你看Robot Taxi方面是看Vemo 主机场这边就看特斯拉 而且据我了解 就是像这些自动驾驶公司它拓成 它也不仅仅简单是一个数字上的增长 其实也是会遇到各种的这种不同的环境 对吧 Rocky最近拓成比较多 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在自动驾驶拓成过程当中 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发现 就是因为我们第一个拓展的城市是北京 就是因为一般来说 我们整个的技术站在广州跑得比较好之后 我们就会拿到一个我们最先要开的城市去 然后我在北京有常待过一段时间 差不多就是连续好几周都在那边出差 就是去看这个软件的这个表现 那段时间其实是我最绝望的这个时间 就是感觉自己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 在那个时候我们认为能够交三个 就了不起的那个阶段 那时候三个还觉得是说 可能两个也有可能的那种状态 其实北京我们正常的 就是如果说普通人去开车的时候 可能不会去关注这些特别的一些点 但是我说几个点可能大家就会挺有意思的 大家知不知道北京的那个车掉头的规则是什么 就什么情况下可以掉头 上海就是有专门的那个掉头控制灯 北京的规则你们知道吗 不太知道说实话 没有禁止掉头都可以掉头 红灯可以掉头 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 就是那个车在红绿灯前面 然后它是红灯 但是不影响你掉头 这个是我听当地的这个同事 因为我们北京有办公室 听他说的时候我们就震惊了 然后战战兢兢的 觉得自己会三分两百 然后但是但是还好 就是确确实实都是这样的 然后北京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北京的那个飞机动车道是巨宽巨宽的 对 普通人如果你就是从来没在北京开过车 你就开到那个里面去 而且北京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可能大家完全都不会关注 就是北京的地面的指引线的这种箭头 只有路口有 路中几乎看不见 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时最最最最痛苦的 就是我们快到路口了才知道 说哪根道是走哪个的 所以我们在早期那种绝望 就是当然系统是一开始没有去做这个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个非常变态的系统 就是从最中间的那根道连穿四根道 北京又特别宽 连穿四根道 然后想要去右转 那种绝望可想而知 就是这种特殊性 我觉得是每个城市都有的 然后包括我们其实后来去类似于像温州 温州也很有意思 我们都说如果说很多城市那种司机不打灯的话 对吧 就是这个转向灯不打的话 那么温州有可能就是转向灯都是选配的 太搞笑了 因为路上没有人打灯 真的没有人打灯 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大于老师 当时有在温州去试过我们的AI代价 然后你可以看看那条视频里面有几个人打了灯 就应该是个位数 那条视频可能还挺长的 你打灯就是外地人 你看就是你看你就都都不是本地的那种感觉 若可以说这个让我想起来 就是我们在做这种高精地图的时候 在全世界也遇到过很多很有趣的现象 其实说到底还是这个一个国家 它这个一致性到底强不强 我们在美国整个考察下来 发现美国的一致性真的是最强的 这也是为什么特斯拉 他这一套神经网络可以在北美地区都比较玩的转 就因为美国从纽约州到加州 除了少数的交规以外 而且那些交规还都是跟人相关的 大部分的行驶规则是一模一样的 路面的画线连交通灯的这个长相 然后连路边的这个丑陋程度都是一模一样 所以这就给特斯拉带来非常大的便捷性 但是反而在中国就比如说我们拿高精地图 去做这种Robotax的方案 也会面临像刚才Rocky说的这个U-turn的这个问题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深圳和广州这两个城市 隔着100公里差异是非常大的 广州的U-turn是在最右侧往里拐 它有个专门的U-turn的这么一个指引 深圳的U-turn就是在路中央有一个转弯岛 或者说转弯开口是这么转的 你这两个地方离这么近 都在广东省都有这样的差异 你可想而知就是说哪怕我们是用高精地图的方向去全中国去部署 它真正落地有多困难 对是其实不同城市之间差别还真的很大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广州体验这小鹏的城市NGP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也是那条路你们就反复的跑 跑好久 那其实就体验特别特别好 但是后来呢我回北京在二三环去开着我的那个小鹏PCI 去测试的时候就发现比如说这种无效的便道会比较多 然后会动不动卡到半截不敢去开 我觉得就不只是这种交通设施嘛 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种驾驶者习惯 其实差别都还挺大的 对而且我也体验过国内大部分主机厂的自动驾驶方案了 实际上像咱们私底下开玩笑 说这个车骑到路牙子上了 我觉得大部分公司的产品都骑过路牙子 而且都是经厂频繁性的骑路牙子 哪怕百度的robotax也会骑在路牙子上 所以这个东西吧 也不能说这一点就说这个车怎么样 或者说我们考察了一个城市 就说小鹏的方案是不是很先进 或者小鹏的方案是不是不行 我觉得还是更多的深入到这个技术里面去看 我觉得才能理解 对我想问Rocky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 就是你们在国内觉得最大的竞争对手 在自动驾驶方面是谁呢 然后国外又是谁呢 我觉得国外肯定无庸置疑 所以肯定是我们觉得既是行业的先行者 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是特斯拉 国内的话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 可能目前从进度上来说 我依然认为是华为离我们之间的距离 是大家都比较近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外来说 这两个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对手 但是就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 其实经常看各个车企都说自己的这个自动驾驶摇摇领先嘛 包括比如说吉月他发布会 还自己做了一张这个智能等级天梯图嘛 他就是摇摇领先成最高维度的第一梯队 然后你们小鹏和阿维塔都排在第二梯队了 其实消费者是经常感知不到这种到底谁的能力会比较强的 而且呢消费者试驾的时候呢 那其实给他时间也不多 真正能像我们这种比如说媒体体验呢 自动驾驶能力的排序 其实他们也会比较难 那我想问就是像小鹏会怎么去解决这种问题呢 就是让人感知到就是说小鹏的这个自动驾驶能力强呢 我其实有做过一件事情 其实在过去的一年 因为我实际上转到自动驾驶 也就最近一年多的时间嘛 因为我自己其实再往前是有做过广告的 然后也负责过做仓的产品 然后也在咨询公司待过 所以我的感触跟你的感触一样 就是当一个东西它是特别新的时候 特别还需要你把你自己的这条老命交给它的时候 它本能的就会产生引起大家的不信任感吧 对吧 所以是说呢 其实在过去一年 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在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让一线可以去试驾这个产品 就是无论是驳车 还是说我们的城市的导航辅驾驶 就是即使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路线 我们保证每个门店都可以尽可能的试驾到 除非它旁边确确实实不适合 所以说呢 其实我们在现在不是刚刚发了这个新的20多层 然后加在一起25层嘛 这25层其实如果是普通的消费者 你如果到门店 你如果说我想要试驾这个高等级的辅助驾驶的话 他们大概率都是会有一条路线的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来帮助我们的消费者 去理解它的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其实是我们现在 因为功能也越来越多了嘛 就是它覆盖的用户也越来越多 也希望说用户把自己日常的一些东西 可以分享出来 所以你经常看到我微博上面 大概率的都是在转发很多车主朋友的一些视频 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让大家看到 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说 是一个在媒体老师的这个视频里面的 或者说是在一个小范围的东西 而是它真正的每天都能够帮到我们的上下班 这个其实从数据上我们也能看到 已经开始用和没有开始用 中间的这个gap非常非常大 就那种喜欢用的已经都是80%几的这种支架里程 那你有还有很多用户他可能从来都没用过这个东西 他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对它的帮助是什么 所以这种中间的差异的话 我觉得只有通过你离它越来越近 甚至说将来可能还有更多创造性的方法 让用户能够更长时间的去体验到它对吧 哪天如果汽车可以七天无理由推换 我觉得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不过我发现有一个点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有的时候去那些门店试驾不同品牌的新车 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比如说我问一个车企业销售 你这个车在智能化有什么亮点 我都遇到过好几次那个销售会说 我们的车跟小鹏一样能够怎么怎么样 或者是说我试完那个车我说你们这智能化做的不行啊 然后他们就说对我们智能化跟比如说小鹏比还差一点 不过呢听说我们那个智能化团队已经招了小鹏的人进来 所以这种我觉得也是一个就像网友说的 他说你去试驾听那个销售说这个车是跟谁对标 你就买那个对标的车就好了 而且我发现像最近那个蔚来汽车 它做的有一点我觉得还挺好的 就是很多这种试驾的消费者 他其实是体验不到换店嘛 那毕竟确实没那么多时间那么资源 让他们去试驾的时候去体验换店 所以呢他们就做了那种叫数字孪生的 其实就是相当于你在app上就能看到一个车从头到尾换店的过程 包括这个换店站的各种情况 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一种方法去让这些消费者体验那种长期才能试的功能 还有我发现就你们这次1024的活动做的有一点还挺好的 就是接机的时候就让那些媒体老师直接就用你们的AI代价模式 就从机场到你们的发布会现场 我觉得这点还是挺有意思的 而且还挺省钱的 开个玩笑 实际上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因为会有来很多的媒体老师 而且有些媒体老师他可能对于支架的了解会稍微的少一些 而且你如果单独跟他说我有一个活动要去试支架 有很多老师他会本能的会觉得说我不要因为我也不熟对吧 但我们就强制的把这个活动加在了他的机场和酒店之间 所以他被迫就知道了这个 就已经上车了没办法下不来了 只能硬着头皮上那种感觉 儿童所已经上了 对对对 不过我看这个大家还挺多反馈 就是觉得这个体验还是挺好的 那我们聊聊这个1024活动吧 说实话我在两三年前参加过你们这个活动 当时呢我觉得这活动挺无聊的 当时的成果也没像现在这么多吧 可展示的也没这么多 但是呢这次1024其实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就不只有这些聊自动驾驶的 还有就是像飞行汽车呀 还有像这个年轻人的第一辆MPV对吧 X9的机器人啊什么的 所以还是内容非常丰富的 那你们看这个1024感觉怎么样呢 我这次看到几个亮点啊 一个是这个MPV 我觉得接下来中国的车厂 开始去卷这个MPV市场了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人型机器人 其实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在那嘎嘎嘞 我就想起了我那句经典名言 叫做美国一开源 中国就自主创新了 但是这个话说出来比较损 我总感觉这个东西 其实在前几年 中国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在做 我是亲身去日本参观过阿西木的 本田的那个人型机器人叫阿西木 然后我看过他在过去25年当中 从最早朦胧的那种 两条很很包起的 很大的那种机械腿 上面有这种维亚吊着他 到他这个阿西木的诞生 包括去波士顿动力 就是也有朋友带我去跟我讲 这怎么回事 就我能看得见 这两个国家在做人型机器人方面 在过去的几十年的努力 是什么样的 但很逗的是在中国 如雨后春笋巴搭一下 他就蹦出来了 就满街都是机械狗 然后就满街都是人型机器人了 所以我在想这个东西一定是 不是一个原发的技术 他这个技术一定是来自于什么 当然来自于什么也不丢人 就是说我们能把它本土化做得好 或者说能把它产品化做得好 这都可以 但我也想就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小鹏想做这样的人型机器人 这里面是纯粹的追风呢 还是说也是觉得这是一个下一个增长点 或者说试探性的去看一下的 我对于机器人了解比较少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里面有 有一个技术本源的一个东西 我相信大卫这边对技术 肯定比我要更了解的多 因为我是产品 大卫可能会对技术的了解更多一些 就是当我们在总驾驶的这个研发过程当中也好 那可能给了小鹏一个启发 就是有很多他本身的 包括Slam的技术也好 包括说对于环境的这些理解 包括是说人机互动的这个部分 实际上他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一个共通性 因为星座在去年的某一个活动上面 其实有说过就是说 汽车有点像是一个小脑的一个替代 对吧 就是你用小脑来去控制整个人的行动的这个部分 那么汽车可能很多的时候 高级辅助驾驶 他可能更多的是模拟这个小脑 但做到后面的话 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希望去做自动驾驶的时候 他就可以开始去触及到大脑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我们下一代的架高叫X-Brain 也是这样的一个点 也就是说不可避免的 你需要去理解的东西会越来越多 那当你理解的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东西呢 他其实他是四条腿 四个轮 还是说是两条腿 他之间的这个距离越来越近 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对于小鹏来说 他可能在这个中间 他看到了对他有启发的那个部分 所以他开始了这个彭新机器人的这个公司 然后后来觉得说 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关系 可能会更进一步 所以说呢 他考虑是说 那我们可能要从四足 往两足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具体是什么样的原因 我也没有跟他聊过 我只是在说一说 我自己的一些猜测 我其实之前也跟很多人一样 就觉得为什么突然间车企都跑出来造这个人型机器人 但是随着我现在对于自动驾驶也好 包括硬件的生产也好 有更深入的了解之后 我现在反而是挺坚定的认为 智能汽车公司才是最适合造人型机器人的企业 我们看到就是那种造人型机器人很成熟的 像那种Boston Dynamics 还有Unitree这种 他们造出来的机器人的确是那个 行动很smooth嘛 很牛 可以后空翻各种翻 但是我觉得造机器人 它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硬件层面 一个是软件层面 那在硬件层面呢 这些有自动驾驶能力的汽车 就像刚才Rocky说的 他在那种感知啊 决策啊 控制啊 这些 本来就是自动驾驶公司 天天都在琢磨的东西 所以 其实这些Boston Dynamics 它不一定就能 长远来说 就能造得过 这个软件层面 能造得过 这些有自动驾驶能力的汽车公司 包括你看Andre Kapathe 他之前也说过 就是他们造Optimus的时候 很多的技术 就是自动驾驶团队 直接copy paste过来的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硬件层面 我们都知道 其实每一个车企 它都经历过那种生产地域嘛 所以它是最知道 怎么样量产一个 不是prototype的东西 那所以如果你是需要 这种大规模的 硬件层面的量产 造出一个我们 就是普通人能买得起的 这种人型机器人 其实也是车企 有机会能够搞得定的 本田和丰田的机器人 就是他们内部 孵化的一个项目 而且主要是为了服务用的 不过这里面 其实也讲到 就是说 在这个机器人行业 它是有两个分水岭的 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服务型机器人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Killer Machine 就是这种战争用的 其实Boston Dynamics 你听它这个名字本身 你就知道 它最早最早 其实是给美国国防部 在它生产这个机械狗之前 它不有个机械骡子吗 那个机械骡子 其实就是美国国防部 DARPA的这个项目 就是在阿富汗山区 帮美军扛货的 它后面所有演化出来的产品 其实都是为了战争而用的 而不是像这种日系的服务机器人 就长得很kawaii的这种 不是这种的 其实美国和日本一直在机器人领域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就一部分是给军用 一部分是服务民间的 对 是的 我觉得就是刚才你们说的 汽车很多的这种能力方面都能用到机器人上面 它是很共性的 包括我看这次何小鹏 他也在这1024上说一句话 就是我们逐渐的从这种软件定义汽车 要过渡到AI定义汽车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汽车两个字换成机器人 就比如说软件定义机器人到AI定义机器人 我觉得它也是放在一个不同的载体上吧 然后我发现还有一个 你们在1024上跟之前不太一样的 其实这次很重点聊了一些关于小鹏全球化的这些事情 就包括我看也说你们之后自动驾驶能力也会出海方面也会去使用 虽然小鹏的出海也没找我们团队合作对吧 去中东然后包括之后去法国的话 你们的团队本来应该找我们 但不知道为啥没找我们 关于出海方面 尤其是自动驾驶出海的方面 这个Rocky有没有什么跟大家分享的呢 所有的这些起点我觉得都来自于两个事 一个事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Xnet这个底层的技术站完成之后 我相信大家应该有一点印象 我们在整个的1024中间有一段 是把三个视频放出来了 这个三个视频分别是乌鲁木齐 然后乌兰查布和北海 这个想法是我提的 我说我们软件到处都能用这件事情如何来证明 在开始1024之前的一周 然后我说要不这样吧 我们挑一个中国最北的最南的和最西的 最东的就不用了 我们在上海已经很东了 我说挑一下 然后我们就在那试着跑一跑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 它确确实实可以在这些地方都可以去跑的 然后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快的就实施了 我在微博上也有说 我说我们提供的唯一的支持 就是把他们那三台车刷成了 没有任何的区域限制的这样的一个车 然后他们就用大概三天的时间 把这三条视频给拍出来 这个其实给我们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启发 也就是说当你完成了这种本地的 对于鱼地图的这么一个理解的话 实际上你的可泛化性是非常强的 实际上这个技术框架 它不仅仅限于说对中国的这个环境的泛化 那么你带到更广阔的这些地方 我觉得也是会更容易的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之前其实你把一个更高等级的一个智能辅助驾驶 带到海外去的话 你需要准备很多的东西对吧 包括导航地图 然后高进地图 对于那边的一些环境的一些理解 你需要准备的东西会很多 那今天我们会看到是说 它就有点像是你已经学会了最通用的英文和中文 大概率你可以知道 就是说你在全世界去旅行的时候 你有很多东西三号都不会难到你 有了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来说 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 第二个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在去到这个国家之后 因为我们在最早的时候 能够提供的功能还是比较有限的 我们其实一开始也会觉得说 欧洲这边的这个用户 可能也没有那么信任自动驾驶 对吧 不像中国的用户一样的 那么喜欢新技术 但是我们会感受到 就是那边的这些人 第一个对我们的了解还挺多的 第二个的话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在中国卖的这个技术 不放到国外来 然后我们收到了很多这种 特别长的一些想法 这些其实也是触动我们去想 这个事的另外一个诱因吧 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小鹏 他自己去了一次欧洲之后 就更加的笃定 他会觉得是说 在那个环境底下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会更多一些 这个我倒有挺不一样的看法 因为我自己其实在欧洲生活了蛮长一段时间 我觉得现在能够拥抱自动驾驶的人群 就像可能五年七年前中国拥抱自动驾驶的人群 所以我觉得小鹏在这个节点去布局是很对的 但是如果是说只是说普通的to see的话 他现在肯定是很难说靠这个自动驾驶作为一个卖点 刺激销量 但是呢我反而是觉得因为小鹏有这种很强的 无论是电动化的能力还是智能化的能力 他在跟欧洲to be的合作的时候 是超级无敌有魅力的 其实我们在上一集的大小马也说过 我从法国出差回来 法国政府邀请我们过去 想推动中法车企之间的合作嘛 那我们现在就看到很多欧洲车企 他在电动化智能化方面都实在就是落后太多了 他们的进步太慢了 所以他们现在基本就是两个选择 趴在他们账上的钱 要么就是继续烧来自己搞研发 但是电动化和智能化到底什么时候能搞出个名堂 能不能搞出个名堂都是个未知数 然后还有一个可能他们现在越来越想尝试的 就是说跟一个已经在这方面做的很好的中国车企 去怎么样的合作 我们其实之前看到就是说大众跟小鹏牵手 包括最近那个领跑和斯特兰特斯也合作了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可能现在这个节点 更能发挥这种自家技术的方式 我有个问题 像大众投完小鹏之后 Rocky你在公司内部有什么体感吗 就是感觉这个公司投前和投后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吗 说德语了是吗 目前好像没有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秘密 我可能是非常少数的提前知道了 但是也憋了很久的 因为我帮忙写了材料 但我觉得其实中间的变化 最起码在我自己看来 其实并没有特别的直接和那么显著 好像没有那么大 坦白说 然后我看你们1024发布的X9 说实话透露的信息不是特别多 一个就是展示了一下外观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那个store转向 然后我自己其实一直有一个疑问 就是为啥小鹏要坐那么一辆大车呢 就是年轻人真的需要MPV吗 从你的这个领域 做这么大的这个车身的产品 会对你们在做自动驾驶方面有什么影响吗 你看 我觉得大卫可能也会有他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他可能会提供一些更不一样的一些视角 就是做自动驾驶技术的人 眼中都会有一个终极梦想 叫做车坐不开嘛 对吧 既然车坐不开的话 那么MPV或者说这种盒子车 应该就是它的最终极的一个形态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车本身的一些特性上面 我倒没有觉得是说对自动驾驶来说 有多大的一些挑战 我觉得反而会觉得是说 现在每一代每一代的这种新的底盘控制技术 然后说它开放的这些接口越来越多 那么你对于车辆的这些很多的控制的细微程度 就可以更高 特别是我们在最新的两三台车上面 你看像G6上面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触 因为你们几台车都试过 G6的它的丝滑程度是更高的 我一直在跟别人形容是什么 就是这种新的技术出来之后 就像是比如说在纸上去画一个直线 然后每一笔都是9.9毫米 然后每一笔都是直的 就那种感觉 就是它可以控制到这种精确程度 这个其实对于自动驾驶来说是越来越友好 包括说后轮转向技术也好 也许还有那种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 那种横着走的这种汽车出来 都有可能对吧 将来整个车身的这种技术和底盘的 这个技术的发展对于自动驾驶起来 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对于MPV的这个产品 我觉得也是在这个时代 其实每一家都在试图去找到是说 车这个产品的定义在 这样的一个智能化的变革当中 它更应该去的那个空间是什么 更应该去被定义的那个车内空间 可以变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去试图 找到那个答案的这个一个尝试 我相信不光是我们对吧 你就是现在新势力 其实有好几家都在尝试这个车 所以我觉得MPV一定是下一个阶段 大家原先叫车 你看空间很小对吧 SUV有很多的限制 MPV这个空间又拓了很多 那我觉得这个尝试 就可以变得更加的大胆一些 我心目中最佳的 做自动驾驶的车的形态 是一个像方盒子一样 既镜面对称又轴对称的 这么一个形态 而且人跟人可以对面坐 然后这个车的转向是四轮转向 不分车头车尾 说实话 对于一个完全自动驾驶的车来说 它确实不需要知道 它的车头和车尾 这是第一 其次就是在这种多双感器的标定方面 在它的对外的感知 在对外的定位 方方面面一个完全轴对称 和镜面对称的车 它有非常多的好处 就哪怕我们做数据集 放话性就更强 对吧 你说对称 让我想到了理想Mega 放出来车型 它后边接一个那种 伪僵的那种 直接就对称了 其实美国公司叫Zooks 它的车就是既镜面对称又轴对称的 就车头车尾完全一样 它的技术就很逗 它一直不会用BEVTransformer 也不会用什么Occumency Network 它就是维持着 很土的机械式激光雷达 加高经济图 我跟他们的人聊 他们说这个方案在几年前已经选定了 然后就不会再变了 就一直往后推进 那我也问他 我说那你们不会觉得这个激光雷达 这个机械的雷达贵吗 他说反而不是 就对他们来说动一动算法是很贵的 就重新做数据集 重新去测是很贵的 反而这个机械式激光雷达 因为他买的是核赛的 核赛给它非常非常便宜的价格 所以他们在成本上反而是有优势 大卫你怎么看你们这种纯自动驾驶公司 和小鹏这种主机场的这种 也做自动驾驶 也做的比较头部的公司 像你们怎么和他们去竞争呢 那与此同时 我想问Rocky 你们怎么看这种纯自动驾驶公司呢 正好你们俩都在 对居一把 就首先 我们切入的领域叫Mobility 而小鹏这样的公司 他其实是Automobile Maker 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同的 就Automobile Maker的意思就是造车公司 而Mobility更像提供运力的公司 所以我们其实给到我们的客户也好 我们自己的产品也好 更多的是 我们把货从A点送到B点 我们把人从A点送到B点 是最终的这个Final Solution 而小鹏他卖这个车 这个车的价格是非常敏感的 但是反过来 我们的客户对于我们的技术方案 价格不是特别敏感 因为在送货这个问题上 我拿美国举例子 如果价格能低于一个英里两美元 那就是赚钱的 一英里两美元 所以我们这个产品 假设是卖7万美金去送货 一天能送20单 它也是就是让我们的客户有利可图的 但反过来说 就是你假设卖一个车 你这个车卖7万美金 那你同级别7万美金的车 可能都是BBA的这种 一系列以上的 那你这个价格就很悬了 你能不能为客户带来足够的价值 所以这里面其实是 我们是方案提供商 而且我们切入的这个点是提供运力 或者说自动驾驶的运力 所以这个方面是很不一样的 其次就是在技术方面 不太存在一个互居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主机场要的方案 它并不是说把客户完全从A点送到B点 因为人毕竟还要坐在方向盘后面 那我们给客户提供的方案 或者我们自己做的方案 是方向盘后面没有人的 是完全的一个Robotaxi形态 一个配送车的这么一个形态 反而呢 我们对于主机场来说 我们可以提供很多 比如说真值系统 比如说帮他们去做一些验证 或者一些做一些Prototype 做一些POC的项目 更多是好朋友的关系 而不是一个竞争对手的关系 当然还有一句话 就是放在整个大环境下 实际上中国大部分自动驾驶公司 远没有到要玩零和博弈的状态 因为技术来源都差不多 技术的方法论也差不多 大家的实现效果也都差不多 这个蛋糕其实是非常大的 假设现在有一家公司说 他能把广州完全吃透了 这个市场砸穿了 那其他公司跟他就要开始掰手腕子 就是我们要进入这个市场 我们靠低价也好 我们靠服务也好 问题是中国没有一家公司 现在能把任何一个城市都打穿 所以不存在一个零和博弈 是的 其实大卫刚才说到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点 也就是说当他成为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服务 或者说mobility的 这样的一个事的时候 其实他有个很重要的是一个成本 他的参考价格就变得很重要 比如说在中国人力它相对便宜 或者说你再拿到一个更便宜的地方 比如说像印尼或者说什么越南 那他那个人的平均工资就很便宜 那你这件事情就很难被成立 对 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应用场景的问题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包括 刚才其实大卫有提到 就是说在中国他会更艰难一些 他的艰难其实不仅仅来自于 这个成本的东西 你看中国把路挖开的那种有多频繁 我就举个例子 特别显著的例子 就我老丈人 他们在搬房子 然后从原先的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然后我就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一趟 然后无论是送孩子还是怎么着 我就发现他那个门口有个路口 每个月都要挖开一次 挖开一次又填回去 然后又挖开 然后又填回去 你在中国这个环境下 不仅仅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个路况是这样子 然后包括说你在路上的这种 施工改道也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种其实它也是 我会觉得说这个行业在中国 它可能会碰到的难处会更多的一个点 回到人家的最终的这个问题 我记得原先我们有聊过 就是说你从长远来看的话 大家的终极目标都是一样的 对吧 都是希望是说能够解决交通问题 都是今天所看到的那个世界的最高峰 但实际上一个是从南坡 一个是从北坡 实际上大家还远没有到预见的那一刻 对吧 有可能要到最后的几百米 然后才说这只剩一条道理 要不咱几几看谁先下去 现在我觉得还在大本营那个地方 还在山腰上 对对对 大家都在大本营抽烟的都 在这里面抽烟的有很多公司 芯片公司 地图公司 激光雷达公司 像我们这样的方案公司 还有像小鹏这样的主机场 大家都在大本营抽烟 然后互相吃牛逼说 你看我都上去过了 你还没上去过呢 对凑到一起 没准还成投资关系了 对吧 说没准哪天小鹏把大卫公司收购了 对吧 这个我们是欢迎的 对正好我们之后话题聊聊 大卫公司最近也是拿了一笔日本的投资 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次1024我是觉得 为什么我们在标题上说 它是中国车圈科技春晚 虽然我之前吐槽了一下 就是有些细节小鹏还是可以提升的 但是整体来看 我是觉得这种技术的干货 还是非常多的 我是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它的这个录屏 对吧 还有就是有一些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有没有Rocky能跟大家爆料一些的 我觉得每一次的这个1024我们都非常的纠结 因为我们会碰到很多不同的一个角度 就是说 因为我在微博上或者说对用户的那个角度会非常多 然后而且我还不光光是接待这个用户这块 媒体老师这块对吧 我经常会收到总的来说是三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是用户 然后他说今天你能不能告诉我 就是你下个OTA和下个OTA 下下个OTA你大概会给我们发什么 所以说他会更希望看到那种 对他有实质性有影响的那部分 然后我们又能听到一些特别在意技术的 这些媒体老师和那个同行 他说你们多分享一些你们的技术上面的一些思考 然后也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接触一些IR的一些部分 然后投资人的部分 然后他们说 那你们就专门吹你们有多少牛逼的这种愿景 就是在这个中间 其实就是我们在说 这三个怎么融合在一起呢 一个是叫做明田 一个叫后田 然后还有一个叫明年 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之一吧 然后另外一个 其实在整个的1024这个筹备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还是有挺多的东西 我们在想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到底要不要说那些特别深的东西 然后大家看完之后 会不会觉得是说 有点嚼不下去的那种感觉 对吧 这种其实我们也会讨论很多 有时候被reveal有人 然后小鹏说 你们这个又不说人话 对吧 没人听得懂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啥 你可能再弄一个 不行 你这个又确实太通俗了一点 就是不要说的这么直接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车企 它既是一个技术日 但是它又某种意义上 承担了一些公众形象来说的话 你始终是必须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平衡 每年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讨论 就是到底尺度怎么拿捏 我觉得其实有几次 比如说像Tesla的tech day 就特别特别硬 除了行内人基本上都没法嚼 然后我们就好奇 就是说这个看完之后 是不是你能听懂的 就可以直接去投简历了 是吧 这种变成了一个招聘会 在去年的1024 我们的有一个tech lead还跟我说 他说我希望你讲这个 讲完之后 只要有人在微博上面回复我们 我们就把它给招过来 真的有这样的需求 然后我当时就崩溃了 就是这种 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说 我们希望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既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启发 然后我们的用户能看到说 明年你的车又能够变得更好一些 然后包括像资本市场 他也能看到是说 这家企业 他在技术上面的沉淀和积累是什么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 然后另外一个 我再讲一个特别有趣的 就是还是回到那三条片子 那三条片子 其实我们原先设定的目标 其实是应该是到墨河 另外一个应该是到 乌鲁木齐最靠边界的一个湖 就拍那个绕湖得了 后来人家说不行 他说我们上次那个活动 那哥们已经把车开到乌鲁木齐 人已经回来了 他说没人帮你把那个车开到那去 还得好几天呢 他说那你就在乌鲁木齐拍吧 所以说这些 这种临时的这些变化吧 我觉得这个也是回应一下 就是说可能你今天觉得 还是说有点像是 放牛般的这种感觉 但我觉得其实 也某种意义上证明了 就是说这个阶段 我们这个整个技术的发展 已经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所以也敢对外说 我们明年大概能做到 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 也会陆陆续续的去给大家 去看一看 包括我们可能下周 就会再发一个新的视频 然后大家看看是说 一个新的地方 它其实也能跑 就这种东西 可能也会给大家看到越来越多 然后也让用户知道是说 这个东西不是说 只有一线城市才有 离我会越来越近的 这样一个感觉 我还挺好奇 你刚才说 就是每一个发布会 你们都要考虑 三种不同的人群 你们有没有统计过 比如说今年的1024发布会 这三类人他的比例有多少 还真没有 这个是一个好的idea 我们但我相信 就是IR这块肯定 就投资人这块肯定会看的比较多 同行肯定看的也比较多 我记得有一年 我们的媒体朋友 有问过我们一句话 他说你觉得你们的1024 有潜客看吗 他问了我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潜在消费者 潜在消费者 我当时想了一下 好像没有 就大部分其实应该还都是 比如说像小丹尼 你买了我们的车 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消费者 你买了我们的车 你可能会关心一下 说明年我这个车能收到什么 可能这样的消费者 就老车主可能会比较多 但潜客其实确确实实 没那么多 我觉得今年你们下半场的那些 就飞行汽车 机器人 包括新的MPV 如果网上有那种短视频的传播 肯定是有这种潜客看的 但是前半段就是 质甲部分 肯定是凉凉 对于潜客 不过没关系 我觉得你们1024 没有潜在用户看 没事的 反正大家都听大小马聊客机 也来我们在这做客 肯定有不少潜在消费者去听的 其实说实话 像特斯拉 他们现在也不把这种 特别难啃的 晦涩的放在发布会上了 直接CVPR或者IQE 就是专业人士 去专业的这种顶会去看 对吧 对 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价值 对吧 就是相当于把这些 相对来说比较难懂枯燥的 把它掰开揉碎的 轻松的讲一讲 对吧 非常开心邀请跟Rocky聊 然后也欢迎更多的车企的朋友 然后也来我们节目做客 比如说我都想好了 下集找一个理想的人 问问他怎么看这个放牛班 洪水中学 你问他一下 洪水中学的这个上学的感觉 是怎么样的 对对对 你知道就是理想汽车 有一位员工加了我的微信 想聊一些合作的东西 然后他直接上来就是 我是恒水中学的谁谁谁 对直接自我介绍 下回Rocky跟我们聊 我是放牛班的Rocky 最后我也想从消费者用户的视角 再问一下 能不能给我们稍微透露点 这种独家的消息 你们之后 自动驾驶团队 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功能 跟大家释放一下 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话 肯定大家在最近的一年 都会看到一个最重要的进度 就是我们希望把所有的城市 所有的道路都给覆盖掉 这个是一个最希望能够做的事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在覆盖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去解决是说 现在可能是一些相对好的 这些道路可以去开 然后希望后面的话 就是那种小路 然后甚至说到你内部的道路 都可以开 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些目标 再往下的话 就是会有很多的点 对不对 比如说像在高速的收费站 停止场的收费口 我们也希望是说 在某一个时间点 可以把它给解决掉 这些其实都是 在我们计划当中 非常明确要做的事 所以我相信大家也不意外 反正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行业当中 我觉得自动驾驶 一个特别有趣的点 就是目标都是特别清晰的 对吧 特别清晰 就是到处都能用 然后全程都能用 然后我们其实一直都是 在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包括很多的功能也是会围绕这个东西 而且在这一代的车型上面 我觉得还挺有希望看到更多的一些进展 特别是在明年 非常值得期待 真的 好 期待你们和大卫在顶峰相遇 赶紧赶紧先把这个烟掐了 你还想听我们大小马聊什么科技主题呢 欢迎跟我们评论留言 顺便点个关注 我们下集再见 Oh my life is changing every day 我们下集再见 四周星他们下集再见 中文废人 我们下集见 全纶 都是 来